我們這次呢是先從漢南洞開始逛 從地鐵漢江政戰 我們從3號出口的地方出去 漢南洞是韓國首爾人稱最文青的地方 然後從3號出口出來右手邊 是一座學校 沒有太多的高樓大廈 但卻有不少的寶藏小店藏在這巷子裡面 也成為一個很好逛的地方 今天呢會介紹幾個在漢南洞的一個小店 然後我們再一路走到梨泰院的商圈 Vanilla Ella Vista 是韓國爆紅的西班牙油漆桶洋芋片 它主打的是低油低鹽然後非常的不膩口 可以一片接著一片 然後右邊這間店呢 是韓國隨處可見的漂亮咖啡廳 廚飯是一種日本的傳統鍋飯 這裡的招牌是和牛廚飯 沿路的建築物呢 基本上是紅磚牆 是非常有文青風格跟一些 復古風的一個商圈 右邊這裡呢 也有一間拍貼集點 主要也是以白色風格為主 這間原本是要去逛 最近超級火紅的小眾品牌 它從韓國紅到全球 就像Jenny啦 金高鷹或是李聖金 都超愛的法式小雏菊T恤 再來這間英式風格的 裝潢叫做Rockfish Weatherwear 是英國品牌 前面右轉就會看到另外一個小眾品牌 Ammis 最近也是超級夯 當天是平日 然後還有超級多人在裡面 它整個店面的空間很小 陳列的商品其實也不多 就我們畫面可以看到的一個 層架 旁邊有一間 女裝品牌 他也是網友非常推薦 衣服質感很好的品牌 這間是一間我超級喜歡的品牌 一樓陳列的就是包款啦 還有一些帆布包 還有一些棒球帽 版型都超讚 他們家的護手霜我也超愛用 味道呢就是很舒服很療癒的那種 前面右邊我們就有看到一個斜坡跟樓梯 然後從這邊沿路走上去呢 就可以接到梨太苑的地方 過完了這個長長的天橋之後呢 就是從漢南洞來到了梨太苑啦 梨太苑呢因為早期有許多規劃的外國人 住在這邊 日軍啦 還有 美軍 他們都 駐軍在這邊 所以這邊的 商圈呢主要都是 異國的文化 我們就快步往前走吧 左邊呢是一間小餐館 一些韓式的料理 這個就是土耳其 甜點的專賣店 位於二樓呢 就是24小時營業的 麵屋三代目 然後我們前面有說到 梨太苑有許多異國文化 所以自然也有很多異國料理餐廳 我們現在 過馬路到這邊 不只是土耳其啦 還有墨西哥義大利的也都有 走到後面巷子這邊 這一間呢是 日式居酒屋 我們從遠遠的看到左邊這間 以為是什麼很有名的餐廳 結果走到前面 認真一看才發現 它是 蒜命店 看來真的 有準喔 在梨太苑哪有酒吧跟 一些餐酒館 這一間 Mapple tree 是價位偏高的 高檔 韓式烤肉 我們台灣也有一間 在 台北市新一區 光復南路那邊 梨太苑站後面 這條路開了很多間 酒吧啦 還有夜店 但是因為 前陣子 萬聖節的緣故 就是梨太苑有踩踏事件 所以呢 這邊 可能 也或許是因為今天是平日 所以人比較少 梨太苑有四條特色的街道啊 梨太苑大街 解放村街 經理團街 古董家具街 他們每一條街都因為 歷史的發展而 演變成 具有獨特特色的街道 像近期有 像是 足球的世界杯啦 或是一些籃球的NBA的賽事 他們其實 餐酒館也有一些 大部幕可以邊 吃飯然後 邊觀看這些賽事 最後 我們在 四月 在 三星期五點 咖啡 結果 要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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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咖啡